我们买一二四 前后一二三四五天 加上停牌一天 总共六天的时间 赚38.5元 31%又是超过三成 买个五十张一百张 也不会跑掉太多价位的热门股 有量有价的好股票 为什么卖一半 因为大赚三成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轮 因为近几天 中东那一边的局势 有比较紧张 包含鸿海的一些船只被攻击 伊朗今天好像也 有一些所谓的攻击的一些动作 所以这造就了亚币 全面的走贬 台币本来昨天就贬不少 今天又贬了大概1.73角 哇这贬值幅度并不轻 所以从选后呢 连续贬两天 那外资昨天也卖了不少 看起来今天外资的一个 卖超应该还是延续当中 所以就造就台股的指数跟雅股都拉回 盘中一度跌209点 目前露营的时间12点38分 还是跌了大概140点左右 连续两天拉回 主要就是一来前面涨比较多嘛 又来因为地缘政治又再度紧张 造成雅股都在拉回 是今天盘是不好的主要的因素 但是即便如此 就像我说的神论照样涨停啊 照样是涨停板 而且是跳空直接锁住 违买量目前看起来锁住量是高达 大概有3500多张 3500多张 所以非常强势啊 原来是照所不误 就像我说的 当它涨停板 而且心底也创新高 它代表什么含义 为什么这么强势 为什么昨天停牌 下午宣布说用47亿去并购一家 叫前瞻科技的IP股 今天股票就亮灯厂停板 那就像我今天盘中文章 我所提到的 这代表市场仍然对于 IP产业有最高的认同度 大家认为他旗下的安国 转入IP业务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转型 非常看好未来的发展 所以股价从30标到138之后 新顶 早上也冲新高99块半 虽然说目前翻黑 但我们在高档已经出新了 那为什么这么强势 也是因为他也要在神盾集团 神烈柳的主导之下 也要转型IP股 所以股价也是一路喷出 一路喷出到今天周转率过大 才做拉回 那这个人我们再来细谈 那回到神盾 昨天停牌 那其实昨天新闻出来 那说用47亿的资金 进去并购 钱坤科技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说 钱坤科技是什么 因为他没有上市 成立好像才 大概四年的时间 一个新的IP股 你就把它想成 比M31更小支的 新进的IP股 他的产品 他的业务内容都跟M31 累同 那他的背后的团队 是非常的强 所以当神盾买了这家公司 市场有在讨论说 会不会太贵的 因为安国买 新核半导体也才7亿 资源昨天也并购了一家 美国的IP公司 也才花大概2000万美金 也大概六七亿的金额 但神盾一口气花了47亿 买了一家小型的M31 大家有人再算说 我好像花了太多钱 那今天还是阳阳阳阳所长情 只有代表市场对于 IP股的认同度 仍然就是最高最高 只要能实质转型成IP业务的 市场马上给予最大的涨声 反正在股价上就是标 而你去回想说 在这个台股的市场上 谁是最早在去年11月份 告诉你IP股 就是今年最强势的主流 带领买IP三千克 金利科具有科安国的 其实就是这种事 这种事就是最理解市场 带大家买IP股 那其中金利科 1月4号礼拜四 首度突破300 293拉到323 1月4号 今天也才几号 我记得已经好像16号 1月4号的时候才刚突破三字头 就到335 334 345 362 385 389 399 今天最高已经来到了405块 前后不就大概十天 两个礼拜的时间 股价从二字头 今天已经来到四字头 已经来到四字头 盘中一度的小小翻黑 现在又翻红 刚刚最高又来到405 强势的不得了 而且股价是溃为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回到四字头 溃为一年半 就回到四字头 但是市值仍然只有282亿 那为什么要谈市值 因为市新在四年前的市值也差不多就这个水准 但现在市值是2700亿 创意在四年前市值也差不多这个水准 但现在是多少 现在是2400多亿 但是经济科市值只有282块 如果今年可以赚个十几二十块钱 以创意去年获利二十几块来说 股价最高两千块 同样都是IP股 股本还比你创意小 如果获利拉到跟你差不多的水准 我这边是三四百 你那边是一两千 一千七一千八两千块 可想而知 要买哪一档 当然是经济科空间大 所以1146买到今天405最高 大赚259块 总共177% 这个含义 这个意义是代表 就是说你投入100万的经济科 买在11月的6号还是7号之类 还是9号 这里投入100万到今天变成277万 我相信台股从11月初到现在 经济科大概是第一 而且不只涨幅低 而且我们是赚的幅度大概是第一 大概是第一 赚了177吧 中间252买进的后面还有买什么280 290的那我都不算了 这里赚了153块也是六成 也是两个三成 而且市值只有282亿 一般来说现在投信跟外资 基本上都还没买 因为它的净值还不到10块 那如果第一季的获利会不错 净值在第一季财报之后 会再度超越10块 会恢复融资券 也会比较符合法人可以买的条件 只要市值现在已经282亿了 如果说可以超过300亿 大概10亿美金就是一个坎 那时候就会进入到外资选股的铺 因为他们太小的不买 基本上10亿美金是一个基本的门槛 超过之后 它就会列入最终的标题 到时候可能股价比如说400多500多 法人陆续进来之后呢 才会进入真正的主身段 所以我就说经济科在ASIC产业大好订单 大举从一线场外到二线场的趋势之中 它将会成为最强势的首选 今年我们已经赚了不止一倍 快要200%的 我相信或许未来这一年 都还有翻倍的空间 所以今年的IP股 真的会让大家赚很多钱 会让我们会赚很多很多钱 那具有科前年351块历史天价卖一半 之后果然就被关20分钟 那目前小小回挡到327、328附近 做一个横盘的整理 今天分盘才第二天还早 所以就算已经出现 大概20来块的价差也不及 有一半持股虚报 让它继续关着没有关系 那另外一半资金 已经都转去别的地方做操作了 转进新的标股 那其实两天前买进的就是6695的新顶 那具有科就让它 先乖乖的分盘交易一段时间再说 成盾呢 1月4号礼拜四 124买回 当天就收129.5元 当天就赚钱了 掌停买142 然后149.5元 回档一天 又涨停148.5元 又创高149.5元 又来到新高159块半停牌之后 到今天涨停板 162.5元 再创本坡新高价 那我们买 124 前后12345天 加上停牌一天 总共6天的时间 到今天已经来到162块半 总共赚38.5元 31% 又是超过三成 前后6天 而且这个 我帮大家挑的都是热门股 都是你买个50张100张 也不会跑掉太多价位的热门股 有量有价的好股票 今天要卖 你也可以很充容的卖掉的股票 所以是扎扎实实的6天时间 赚了31% 扣头扣尾都有三成 因为今天 我们在涨停板卖一半 因为涨停板最好卖 只要不要打开 卖了100张200张300张 全部成交每一个人 每一张都成交在162块半 卖一半 为什么卖一半 因为大赚三成 31% 留一半续报 看要 大家要标到哪个位置 就像我说的不必预设高点 那卖一半的部分呢 100万变131万 转进下一档神盾第三 又转进下一档神盾第三 就是这个操作节奏 一档接一档 标股一档接一档 赚钱无法打 一档接一档 神盾卖一半 赚三成 转进神盾第三 继续给他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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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盾第二 就新顶嘛 1月10号 礼拜三 81块 当天就收涨 隔天再加码 然后创新高 礼拜一涨停办 91.7元 昨天我就说 即将挑战新天下 今天果然新高 99块半 二话不说 反手 全部获利出去 那你说 老师不是说不预设高点 没有错 但今天 确实顺利过高 而且 一大早就爆出大量 目前已经7万多张 今天常量可能会超过8万多张 而他的股本只有8亿5000万而已 也就是8万5000张的筹码 在今天可能周转会超过100% 所以短线涨多 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同时爆出历史的天亮筹码面 这边有趋于凌乱 不代表他不会继续过高 但是他震荡有可能会加剧 所以既然已经短短的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就已经赚了23% 就先走一趟 一样资金转进神盾第三 还有另外一档股票 今天总共买两档股票 还有一个小资组的标股 所以尽量买在起涨点 卖在创高 创天亮的短线的高点 只要你可以掌握这个节奏 标股一档接一档 那赚起来速度是非常非常可怕 你就看嘛 乘1.2乘1.3 乘1.2乘1.3 你多乘几次 轻松就翻倍 然后今天最新布局的 第一档比较低价的小资组标股 盘中最多涨7.1% 第一档刚翻上来 可以现连续五根的红帽 这叫吃货吧 大客户美超围的 AI Server 将要大举拉货 将带动后续的营收获利表现 去年就不错 2.8 今年估计有5到6块钱 它是打底一个多月的时间 刚刚翻上来 连续五根红帽 这明显的吃货的迹象 这也是过年前的标股 而且我说叫做小资组的标股 因为价位只有几十块钱 老少嫌疑啊 大家都能买 另外一档神盾第三 比较贵 跟神盾一样百元 两百多块 早盘出掉神盾 转进这一档神盾第三 盘中一度量增长 一买就赚 一买就赚 神盾心顶大赚转进 一样低档打底 一个两个月的时间 这边刚刚突破 刚刚发动哦 都是第一档刚发动 不用追那种 创新高 创新天下的 远在天边的不用 我们喜欢买这种低档 刚发动上来的 而且营收连续两个月新高 原营收会更高 因为今年的AI的订单 Colors的订单 台积电的订单 生意好到不行 今年会大成长 会大赚股价 低档上来 准备要大飙一波 神盾第三这边 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布局 郑老师出手 都是全市场 最优质的金平股 过年前 红包行情一定要转 一定要转 所以想要布局新股票的 只要今天 在我们YT或者LINE 上面留言 留言6462 加上6695 就是神盾代码 跟心领的代码 以及联络的电话 让我们可以找得到你 那加入LINE的方式 也非常简单 QR Code 扫一扫就有了 加入之后呢 留言6462 加6695 两个代码 加上的电话 就可以以168的优惠 操作一整年 一起参与全新 神盾第三最新标股 祝大家操作顺利 好 把握机会吧 明天再见